4月22日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召開記者會 連同新任命的五名局長聶德權、徐英偉、曾國衛、 許正宇和薛永恆在特區政府總部會見了傳媒 林鄭月娥在場表示 國務院當日公布了任命安排 中央人民政府根據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提名 決定任免多位特區政府局長及處長 任命聶德權為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徐英偉為民政事務局局長 曾國衛為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 許正宇為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施永恆為創新及科技局局長 免去的是羅志光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職務 劉剛華民政事務局局長職務 聶德權的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職務 劉二祥的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職務 楊偉雄的創新及科技局局長職務 和曾國衛的入境事務處處長職務 林鄭月娥對卸任的四名原局長羅志光、劉江華、劉怡翔和楊偉雄 多年來所做的寶貴貢獻表示衷心感謝 趁他們盡心盡力服務香港社會和特區政府 林鄭月娥表示 在未來兩年多將帶領特區管制班子 竭盡所能促進香港經濟恢復繁榮 帶領香港走出困境 她強調 籌組新班子是用人為才 也是為了向前看 希望現屆政府余下任期 能帶領香港在新冠肺炎疫情後走出經濟困境 五位獲委任的官員 在香港目前這個極不容易的時刻 願意加入成為管制團隊的一員 對於他們這一份迎難而上的精神 我是表示敬佩的 在未來兩年多 我將會帶領特區的管制班子 竭盡所能 一方面繼續嚴控疫情 另一方面要補就業 撐企業、輸民困 也都要開始為重振的香港經濟 作出各種的部署 作詞・作詞・編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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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